欢迎收看剧交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我们讲糖尿病 很多妈妈过完年回来之后的血糖大飙升 这个是民意的诊监个案 这个70岁的妈妈本来就有糖尿病 后来被骨科诊断 她有退化性关节炎 重点在她接受治疗 所以9个月她的体重81公斤 减到62公斤 不吃药糖化血测素降到5.2 膝盖疼痛好很多了 今天明依讲有监测血糖的心力气 不需要指尖扎针 而且是精准控糖 好整件个案也是妈妈 怎么办睡不着 结果一个晚上竟然吃了8颗的安眠药 10年了吃了10年都睡不好 她也接受治疗 医生讲第一个你生理时钟失调 再来你自律神经失调 还有你这个叫做周期性的肢动症 最后接受了治疗之后 她从8颗药减到2颗 中医师今天要讲小心肝 小心心脏 为什么 我们要讲说 要看这个指甲的部分 像指甲颜色如果苍白 直地脆薄 容易断裂 情绪焦虑 自我要求高 那有可能就是肝血虚弱 今天要讲非常好的食疗方 而且三招有效爆肝 锁定这一集 欢迎今天的来宾群 这样说有感觉吗 没有 然后脖子的话是这个皮面 所以看起来山豬的这个夹脚 其实也是一个顿角 她的指甲蛮红润的 但其实它是太红 你觉得这几个饮料 他们谁最甜 然后跟糖分多少 好 节目一开始是台湾非常知名的 搞笑艺人山豬 好 山豬你到底怎么了 你的健檢报告听说不妙 因为我是北漂 然后我是在台北算是自己 就是外食主这样 所以外食主你们吃什么 我大概就是吃什么 可能我也会吃便当 或吃面包 然后会吃那个红豆饼 或是鸡排炸物类的 就是方便买 方便购买就这样子 就是你三餐不忌口 对 所以我没有在忌口 结果你的血糖检测报告 听说糖尿病的风险相当高 其实验出来 那个医师是跟我讲说还算OK 因为血糖值 因为那个饭前血糖是在91嘛 然后饭后血糖116 好像还在正常质范围内 只是比较危险 然后就是肝脂素部分比较不太 那这个是你平常爱吃的饮食吗 平常就是平常外食主这样子 对 只是我的家族有家族病食 我的父母 然后跟我的亲戚 好像他们都有那个糖尿病 确诊糖尿病这样子 所以我基本上也是应该要很小心 也要注意我的血糖 高危险群来有请今天的权威 萧敦仁院长最新的电视讲 我们看到最新的个案是妇人 有一名妇人70岁的妈妈 她一般糖化血色度是6.8 不过她过个年 哇 那个时候水果零食都不忌口 年后怎么样 她抽血上升到7.4 她又被诊断是退化性关节炎 她决定减重 重点在她愿意接受治疗 结果她9个月体重81掉到62公斤 不吃药 糖化血色度降到5.2 膝盖疼痛好很多 是 其实一般的70岁的妈妈 她可能想说 反正我就是吃糖尿病药 血糖控制的也还不错 所以她没有那种意愿说 我要去做体重控制 反正就是想吃什么就吃 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医生也没有说叫我一定要怎样 最重要的是她年后呢 这个退化性关节 让她痛得很不舒服 然后血糖又飙到7.4 那这个时候因为她女儿 常看健康节目 她说好像减重血糖会好 又退化性关节炎减了也会好 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再说服妈妈 对 那再来是65岁以上 我们一般来说不太建议减重 因为怕太散不悲分 基少症 没错 怕基少症 可是因为她又有血糖的问题 又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所以考虑一下呢 最后是减重的话 利优于弊 所以才开始帮她减 她可能减这么多 减到19公斤 也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已经减掉超过她原本体重的15% 这样子她的糖尿病逆转了 所以不用吃药 因为这小于6.5的话 就没有糖尿病了 所以她减下来以后很开心 从此不用吃药 然后最重要是膝盖 还可以多用好多年 院长您刚看山珠的那个健检报告 您如何评价 她目前血糖还正常 因为饭前血糖小于100 第二饭后血糖小于140 这个是正常 糖化血素也只有5 因为5.7以上就是糖尿病前期 所以目前还好 但是因为有家族病史 然后体重又比较重 真的要很小心 要小心啊 对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肝胆肠外科最在意的 你的肝功能异常 那个有脂肪肝的风险 是啊 院长今天要讲 有监测血糖的最新利器 不需要指尖杂针 可以精准控糖 没错 过去我们在要监测 谈到病病患的血糖的时候 有时候想想他们真的很可怜 因为老师教我们说 一天要测7次 饭前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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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睡前 那每天都在杂针 一天搓7次 一个礼拜可能要搓个两三次 两三天 所以一个礼拜要擦21次针 很辛苦啦 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仪器呢 很棒就是 这是我自己装的时候的照片 我们只要在手臂上 装一个监测仪 摆上去之后呢 它每一分钟会帮你测一个血糖值 那每五分钟可以回船一次 那总共可以放14天 所以你14天当中 你整个血糖的变化 你吃什么血糖会怎么变 那就可以经由你手机去监测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目前的血糖的状况 那万一吃了这个食物 好像标很高 你就知道说 你要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的内容 所以这是新的一个 还蛮精准 很好用在血糖控制的一个仪器 好在山珠要享用红豆饼之前 有请山珠先接受院长的检测 今天已经先帮你把监测器装上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长这个样子 刚刚用这个仪器呢 当然把它逗上去 那逗上去以后 这个洗澡也没有问题 可以连续放14天 因为这旁边完全防水 那当我们要测它血糖的时候呢 就把你的手机靠近它 你现在测一下 是开启这个NFC 然后去感应吗 没错 没错 好 要一个B一声 有了 有 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 现在102 好 现在血糖是102 就表示呢 你吃这个红豆饼之前的血糖 是102 对 是102 那我们吃之后呢 它会连续监测 那我们待会呢 半小时 一小时 我们各来看一次 这个红豆饼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对我来说 我吃红豆饼呢 从99 在一个小时之内飙到180 可是这是我的状况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对糖类的耐受不一样 所以三株装上去 究竟会什么状况 我们待会就看看结果如何 但我们先请院长来讲 桌上这个红桌 如果这么多 哇 这个是你亲身实验 对 我真的亲身 当时我装上去的时候 我装这个 因为我本身没有糖尿病 可是我装这个血糖侦测器 就是希望说 我自己学习后以后 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 那我当时最惊讶的是 我吃了饭团 我居然血糖从100飙到213 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达到了 那因为老师常常讲 因为糯米的生糖指数很高 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很多次 生糖指数高的会让血糖 很快速的飙升又掉下来 真的证实了 糯米真的是蛮可怕的 那刚刚红豆瓶已经讲过 葱抓饼也不遑多让 05到174 对 那碗粿萝卜糕也不低 想不到 对 肉包也很可怕 烧饼夹蛋200 对 但是我要提一下是 假设我自己常吃的 对 因为我说 这个就是刚刚糯米的这个 因为刚刚在吃之前 血糖只有101 吃之后一个半小时就飙到213 这很吓人 可是我自己常吃的 我常常吃优格 早上会吃优格 那吃一个卤蛋 一些坚果 那吃一个橘子 我们看 我饭前血糖98 过了一个半小时 血糖只爆126 所以它的血糖差是非常小的 表示说我这样的早餐 它本身生糖指数不高 生糖就是饭前跟饭后血糖 不要差太大 这样你血糖平稳 这样对体重控制也很有帮助 好的 这个是糖尿病最怕慢性并发症了 因为并发症 它的征兆是进前喝一般 所以有糖尿病足测试神经功能 山珠准备好了 我请院长来测试 好来我们看一下山珠的脚 好的 这个是做一个糖尿病的测试 哇 健常 好 这个呢 因为事实上山珠刚刚的血糖还是正常的 你并没有糖尿病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一直常常会热热 也是会发炎 浴血性皮肤病 因为体重过重的时候 它的下肢的循环不好 所以这里常常会发炎 莫名其妙会产生蜂窝性组织炎 这个我们在肥胖的病人常常看到 所以我也有可能会蜂窝性组织炎 对 你现在只是浴血性皮肤病 这边的皮肤会颜色比较深 但是假如说真的糖尿病以后就更厉害 因为你的血管出问题 所以整片一块一块的斑 现在这个没有了 现在就是浴血性皮肤病 所以赶快剪下去就会解决 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是没有洗干净 不是 因为你怎么洗都洗不掉 你今天遇到好的医师了 我今天是来看诊的 对 好嘞 好 那我们另外要看神经病变 神经病变我们会用一个尼龙针 我们来测试你的脚底 这样搓有感觉吗 没有 真的还假的 微微有感觉 你看那边就是不要看我 这样有感觉吗 没有 就是知道有东西放在上面 对有东西碰到 这里呢 这边有 这边有 我们总共测11个点 事实上假设这11个点 还有任一个点呢 他发觉说你刺上去他没有感觉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已经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 它不妙 所以 那就不妙 还好你刚刚都有感觉 有感觉 事实上我刚刚有一些是假的 根本没有碰到 原来如此 这个还要稍微做一下 因为炸盲试验 山珠有9病缠身 9种病缠身 这是看到吓死人了 你一个晚上断气19次 怎么回事 因为我那天有去做睡眠检测报告 然后测出来的数据 它说我一个晚上会断气19次 对 然后那个其实内容我看不太懂 看不懂 对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来 江院长来平息 他这个严重吗 其实就我们看起来 其实不是一个晚上19次 是一个小时19次 对 这个叫睡眠呼吸障害指数 对 那基本上 另外它也有负一个血氧浓度 看起来只要塞住的时候 氧气就会掉下来 对 那这样的话 就表示心脏会有负担 另外呢 血氧这件事情 它其实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代谢 那刚刚其实校院长有提到说 那个糖尿病啊 事实上很多的比例是 因为睡着之后长期缺氧 导致它的胰岛素的分泌 会有一些异常 甚至会产生胰岛素阻抗 所以如果我一个晚上 是睡8个小时的话 我其实是断气了大概 对 乘以8 8乘以19 哇 对 就100多次了 那很可怕 对 好 下一张电视墙 权威自己也有呼吸中止症 听说是你史丹佛大学的指导教授 看你的脸说 诶 你去检查 结果你自己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对 因为之前还没有去Stanford进修之前 其实就觉得说常常会凶闷 然后爬一层楼就会喘 而且白天就会很容易累 很想睡 那后来到Stanford之后 其实老师一看到我脸就说 你这个要来做睡眠检查 我担心你有呼吸中止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全世界 第一个定义睡眠呼吸中止 这个疾病的教授 其实治疗半年 我的血压慢慢就下来了 就不用吃药 不过这是您的诊间个案吗 70岁的妈妈 她有吃三高的药物 她的症状胸闷浅眠多梦 容易醒 超过5年了 一次有失质的症状 结果一小时呼吸中止28次 一次 这是什么 停91秒 对一次停91秒 后来她是怎么治疗的 看到她这个氧气浓度 掉得非常的低 那这个频道 其实她是断断续续 一直都有很严重的缺氧 因为她阻塞的时间太长了 那下面这个是心跳的速率 可以看到她只要缺氧越久 心跳就越加速 表示她心脏已经有负担了 慢慢她有些失智的症状 她家人很担心 那所以来做这个检查之后 才发现说 她这个缺氧是非常严重 失气症也改善了 来下一张电视墙 我们要来看 这个是国务委员最新的研究 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会有一些共病 失智 还有恐慌症 严重猝死 脑中风 糖尿病 心脏病 心脏病 高血压 性功能障碍 下一张电视墙 这个是大饼脸 双下巴 哇 一分钟 凉一凉 看睡眠 呼吸中止症 我请山珠出来给院长凉一凉 好的 第一个就是说 山珠的脸其实就是所谓的大饼脸 就是比较圆 比较圆论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会看这个下巴的 这个后缩的程度 那如果说从侧面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山珠的这个下额 是稍微有点往后缩的 那另外呢 我们要看的是 下巴的这个平面 跟脖子的这个平面的夹角 就是这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越大 表示它的那个呼吸中止 可能会越严重 那我们这边可以测量一下 好哦 下巴是这个平面 然后脖子的话是这个平面 对 所以看起来山珠的这个夹角 其实也是一个顿角 对 这个顿角其实越大 就越容易有呼吸中止 哦 难怪它有 我们来看这个呼吸器 这个是治疗的部分 晚上睡觉带的 对 一般来讲 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 最有效的 镇压呼吸器的使用 或者是睡眠外科手术 对 那如果说 呼吸器带的习惯的话 一般我们是建议 手术放在后面再来考虑 对 那呼吸器的作用原理 就是它在 呼吸道 快要被压迫或阻塞之前 透过这个主机 然后把这个镇压 导入到我们的呼吸道 那这时候呼吸道 它就会有个空气柱 可以撑开 撑开之后 它就不会有 这种一直阻塞的状况 不过今天院长 要教锻炼舌头的肌肉 这是预防的部分吗 对 这个其实也是 预防也是一种治疗 比如说一次往上顶 顶15秒钟 然后休息大概10秒钟之后 再继续顶 总共要顶8到10次 那另外往左边 比如这个脸颊 还有右边的脸颊 要轮流 左右左右 一样是顶各10次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前半段 后半段是在舌头 在口轮炸鸡的这个嘴唇内侧 要画圈圈 往这个顺时钟跟逆时钟 一样是轮流 往顺跟逆 然后各画十圈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舌头 往上 往前 用力的推 一样是推10秒钟 然后一样 右边左边轮流 这样子 好 那第三阶段就是 脖子往下用力 然后手往上 把它推上来 这是训练这个脖子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里面跟外面兼顾的话 它这个运动的训练 就会比较能够搭 好 钟医师提醒小心肝 上班族男性脂肪肝 消化障碍 哇 它怎么回事 右斜肋 它脏痛打嗝脏气 这是肝气愈结 对 就中一来讲 这种症状蛮常见的 上班族 或是年纪大的长辈 有的时候 一个人在家里 心情很不好 那他们就容易 有这种出现 消化道跟肝区不舒服 那基本上 如果有消化道的症状 我们不能够 马上去治疗它 脂肪肝的问题 这样它可能 消化道会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先用 柴湖酥肝 跟胺中散 让它这些 消化道的症状改善了 那下一步 就要开始帮它消脂肪 对 好 这个案例是 65岁的妈妈 她的指甲颜色苍白 质地脆薄 容易断裂 情绪焦虑 自我要求高 感气愈结 对 她基本上 她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一年 都没有长指甲 她就去做了 所有的内分泌检查 统统都正常 那那时候就想 65岁的妇人 因为她也是 可能一个人在家 那孩子也没有回来 她心情就比较不好 那主要是看她的指甲呢 没有长 但是非常的薄 很容易断 然后又很焦虑 所以我们中医的一个名方 就叫做逍遥伞 逍遥伞 它可以帮你补气 补血 身心逍遥 结果她吃一个礼拜以后 就开始长指甲了 一周之后 对 没有错 所以她就很开心 因为她很怕有一些 不好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 一个是中医的肝气愈结 它真的是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那这个呢 叫做也是肝血虚弱 它是属于中医的这个情绪方面 所以中医的肝 有可能是肝胆问题 也有可能是心情 那也有可能是一些 她指甲的一个问题 今天要给好棒的食疗方 海带排骨汤 不过它材料包含 它才重点是主角吗 何首屋三钱 一人两两 金线连两千 海带一碗 小排骨半斤 讲五天 这个何首屋呢 它主要就是可以 补你好的软磷脂又可以消脂肪 那一人就是小兵力大功 它也是可以消脂肪 促进水分代谢 那么金线连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药 它是除了清肝火 一般脂肪肝 它如果到了中重度 它可能会肝脏会发炎 所以这个金线连 就可以清肝解毒 那这些都是一些消脂肪 还有补血的药 如果肠胃不好 我们会加北芹 北芹 对 就黄芹分两种 那会建议大家要用北芹 它北芹旁边的皮是比较咖啡色的 北芹旁边的皮是比较咖啡色 那如果是红芹的话 它就是比较红色 但是你一定是不太会分辨 所以很简单 贵的就是北芹 贵的北芹 对 便宜的就是红芹 便宜的红芹 所以你就是记得买这个贵一点的就对了 还有记得排便要顺畅 今天如果你排便不顺畅 你的脂肪不容易代谢出去 所以我们这边加个绝名子 绝名子 对 排便 大家熟悉的 对 不顺畅的人要吃 它也是可以消脂肪的 好 下一张电视墙看指甲 中医是望闻问切的 这个指甲干血不足 干阴不足 干筋火热 干胆湿热 干欲血淤 对 这个干血不足 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营养的 这个指甲的营养状态非常的不好 它会干 会裂 会脱皮 那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山珠的 因为这个图会比较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楚 它这个干阴不足就它会有点红 然后又很脆 那真的上火 这干猪的话 山珠的话它已经有点火气大了 刚刚之前我稍微观察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有些有些黄胆的病人 它的确会有变成黄的 但是有的时候黄胆病人 它也不一定变成黄 所以不一定 那这个呢就是 当你的手被夹到门的时候 你会出现的这个淤血 对 这叫做用它来判断干预血许 对 干预血 就像刚刚我们山珠它前面那边 虽然还没有糖尿病 它前面有些有些淤血 所以我们都会帮它加一些活血化瑜伙 山珠伸出你的双手指甲 让镜头拍一下 它的指甲如何院长 对 其实蛮红润的 对 它的指甲 蛮红润的 但其实它是太红了 对 太红了 太红的话表示火气大 那其实你看它指甲 那你再把它你的手翻过来 翻过来 对 好红啊 我的手 我自己的手是比较白的 做一个对比 真的 来 我们上来一点 这边跟这边的颜色 是不是应该要一样 对 可是它这个就蛮红的 真的 所以这叫做花斑掌 对 花斑掌 就是很花 体内的火气蛮大的 火气大 对 所以常常病人跟你一样说 哎呀 我不是很红吗 我身体很强壮 其实是火气大 对 有一些慢性发炎的时候 身体部分都会有火气大的 所以其实我都是 身体都是慢性在发炎 真的 山珠你真的是要好好保养啦 对 没有错 好可怕 不会不会不会 挑衅一下就比较好了 对 接下来要教什么 这个是刮肝筋 来 小胤教练 就是你把你的手像我这样子 因为我们肝在右边嘛 等于手这样子 这样 夹紧 夹紧 然后呢 很紧哦 你的这个轴肩 对过来就是我们的脏门血 那一般如果说 有脂肪肝的人一碰 他就会痛 所以我们可以这一区 就这样刮一刮 刮干净 你应该OK吧 你会不会不舒服 不会 不会 可以继续刮 他身体很好 对 刚刚我有碰了一下山珠的 他就很痛 对 所以就你可以自己去测试 一碰就痛的话就要小心 对 那就可以用这个来刮 就顺着肋骨的 对 方向 对 可以 就这样让你促进这边的循环 OK 另外一个肢勾屑 肢勾呢 就在你的 我们四个手指头的横宽 是你自己的三寸 对 你就放在手腕这边 对 对 放下来 对 那正终点就是肢勾屑 那这个肢勾屑呢 我们中间叫做 邪肋寻肢勾 你有任何邪肋部不舒服 乳房的肋骨的肝胆的 通通都可以按摩这个肢勾屑 那么记得 如果是右边不舒服 先按左边 左边不舒服先按右边 那之后就交替 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说 当你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的章门穴 跟我们的肢勾穴 都可以去按摩 院长补充这一道方子 对 桑叶去油茶 对 桑叶是很多 产宝宝喜欢吃的 对 但其实它的功效很大 那么现在研究 它对血糖 或者一些血脂肪 或是我们男生会雄性突 就是油脂太多 桑叶也是我们古代一个控油 那让你的头发 比较不会掉的一个药材 所以这个桑叶加洛神 然后再加单参 这些都是终于荷叶 都是用来活血化育用的 那当然我们的 那个我们的新陈代谢药号 我们的北齐又出来了 这边比较不加人参 是因为怕人参 有时候会容易上火 那么北齐搭配在这些药材里面 再加一个玉竹 可以帮你强行消脂 就很适合说 一些如果你有胆固醇高的 血脂肪高的 脂肪肝的都可以来喝 或是想要减重也都可以 适合山猪 对 清楚明白 很难想象啊 美女营养师 爱波你过去曾经胖到82公斤 现在眼前的你 很难想象之前 你buffet是怎么吃的 那时候 我就是一个很爱很爱吃甜点的人 所以我其实只要吃到最后 还是会忍不住 明明觉得不可以吃那么多 可是我还是把全部 我喜欢的都拿过来 就这样一大盘 我很爱吃甜点 而且我很爱吃的蛮饱的 我习惯吃到 就大家都说要吃八分饱 可是我还是会吃到十分十一分 你这个瘦身不不胖 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我这个的话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很红 就是一颗番茄饭 它很简单 它只要底部铺一点点 大概半杯不到的草米 然后之后我们就切很多蔬菜 会再放一些鲑鱼啊毛豆啊 这个把它丢进电锅出来 搅一搅就会变炖饭了 所以它会有点像番茄炖饭 很好吃的 还有另外一个是蛋白质取代淀粉 叫做减糖虾仁海鲜煎饼 没错这个也是可以吃超级饱 就是我直接把它的面粉 去用全部的都是豆腐去取代 不管是嫩豆腐或板豆腐都可以 板豆腐的好处是它会 比较有钙质 豆腐压出水来 然后把水倒掉之后 就可以加入鸡蛋 高麗菜 红萝卜 韭菜 虾仁等等的把它拌匀 然后之后再撒上白胡椒 然后之后煎熟了就可以了 接下来烤山豬了 来营养师拿起最大的这张手板 给观众朋友先看一下立起来 这里有寒天柠檬 有苹果汁 有仙草蜜 有蜂蜜 有蜂蜜 菊花 茶 来您烤烤山豬 烤山豬 我给你一个小提示 半碗饭大概是六颗糖 那我觉得仙草蜜 仙草蜜 马上公布答案 撕开来吧 仙草蜜是第二名 但它也很多 八颗 它有八颗糖 好 再来 第二个最甜的 你挑蔬果汁吗 对 就是蔬果汁 蔬果汁是最甜的 九颗糖 它九颗糖 它最甜 它比半碗饭 我原本会猜寒天柠檬 现在讲的是 来不及 它是酸的 然后你可能要用糖去压 对 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没错 它是五颗 也不低 没错 其实都蛮多的 蜂蜜菊花茶 六颗 有到六颗 所以为什么蔬果汁最甜 它本身是有维他命C 有花青素在里面 可是很多人会忘记它 其实糖分含量也很高 结果不小心就喝得更多 然后还是建议吃水果 升果喝祖国酒 慢慢做 那老人家假如一开始不行的话 要扶一下 扶个桌子 我们很多老人家 事实上没办法了 所以他要扶着桌子 所以你们会把肚子往内缩进去 来训练一下 我们的 瀑布的肌群 肝指数破表了 可是找不到原因 什么意思 揪油 铁多 放血 消脂 逆转 63岁的高阶女主管 正常的GPT40 它将近200 对 没错 因为40飙到200的话 肝脏发炎非常的厉害 可是它在50岁之前 事实上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从50岁之后 更年起以后 开始肝功能慢慢往上飙往上飙 一开始六七十还好 可是到200了 它就很紧张了 因为医生说 肝脏可能怕会硬化掉 对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去查了半天 它B型肝炎 C型肝炎都没有 都正常 它就是有轻微的脂肪肝 还有最特别的是 它的铁蛋白 居然高达1000 那这1000 正常是300 它居然高达1000 那这个BC肝就没有 那怎么办 红酒的话也只喝一点点 就偶尔应酬喝一下 好 那这下子 问题就来了 我们怎么处理 因为没有BC肝 没有特别病毒的药啊 好 脂肪肝 我们请它减重 减了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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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肝会消一些 可是铁这么高怎么办呢 放血 放血12次 对 放血12次 一次250 意思是放了3000cc的血 那血放下来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它的铁蛋白 铁蛋白放的时候 就逐渐往下降 降到非常的低 那它的血红素 你看 放了这么多次 放了3000cc 它的血红素完全没降 也就是说 它体内的铁含量 实在是太高了 你把它放出来 放了250 它很快就补充出来了 好 可是最特别的是 我们看它的GPT 肝功能 这个就是刚刚发炎到200嘛 慢慢一路降一路降 就降到正常了 所以它没有吃什么药 其实它什么药都没吃 它就是把体重减了6公斤 放血放12次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脂肪肝 病人他可能要经历的治疗 因为有时候它铁这么高 是比它特别 因为我刚刚讲 更年期前后 对女生来讲差很大 因为更年期之前 每个月都在放血 所以没问题 可是男生就惨了 男生是他随时都一直 积在体内 所以在50岁以前 男生的肝癌 是女生的好几倍 可是等到更年期前 50岁以后女生慢慢就追上来 就跟男生一样危险 所以以肝病来说 小心除了体重过重 造成脂肪肝 一定要注意铁高或不高 因为铁太高 金刻木肝就受伤了 这个是放血的奏片吗 对这个就是放血 一次放250cc 事实上就像捐血一样 我真的是建议说 50岁以前的男生 就是年轻的男生 固定去放血 去捐血 去捐血站捐血 又可以帮助别人 对自己的肝一定非常的好 而且每次捐完血 他会帮你验 你有没有B肝 有没有吸肝 有没有艾滋 有没有梅毒 肝功能正不正常 等于是捐血助人 又每次给自己做一个体检 来 这个是高铁的食物 跟降铁的食物 所以高铁的食物 就是猪肝 猪肝汤 高铁的食物 大概最重要要讲三类 红色的东西 铁都很高 所以红酒 红肉 第三个就是动物内脏 所以这个猪肝 猪心 猪肺 这些当然是铁是高的 所以你假如说你检查出来 你铁很高了 那这些东西就尽量不要吃 我们反而要吃绿色的 降铁 对 降铁 那绿色的确实是对肝比较好 那这些铁的含量都不高 都不高 所以这些食物可以吃 那这些呢 真的就要小心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铁高或不高 要测 要抽血 就是要抽血 对 要抽这个铁蛋白 因为铁蛋白是我们肝脏所产生的一个蛋白质 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里面它会携带一些铁 所以铁蛋白越高 就表示它全身的铁的含量高低 所以测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也要请肖院长来示范这个降脂肪操 就是在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边看电视也可以边做 好 那个我们在治疗脂肪肝的时候 除了饮食控制之外 我们通常会建议说病人 你一定要做运动 那做运动说实在的 很多人说 我平常就是没有运动的习惯 你偏偏要我做运动 我说这个还是很重要 那做什么呢 我想在节目中 你讲了很多次的超慢跑 我最重要今天带一个概念 超慢跑每次都叫你一次要做30分钟 但是其实你可以分期付款 这个好 分期付款一样有效 比如说你在看聚焦2.0的时候 维英大姐在讲的时候 不是维英主持人在讲的时候 他一定要大家仔细地看 但是一广告 马上动 在广告就开始动 你就原地 你就看了广告 一边就是做运动 做运动 那事实上他的原则 就是跟我们的超慢跑一样的原则 好 那等到呢 等到他又开始演了 对不对 你就坐下来继续看 分期付款 没错 那60分钟的节目呢 大概有15分钟的广告吧 对 好 所以你想要看两个小时 你就运动了30分钟 这个好 对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用这个方法呢 很多病人他说 我以前从来不运动了 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做到30分钟 所以把这个观念带给大家 那第二个呢 是现在大家不是都是低头看手机吗 对 事实上这个也是有一点问题 所以肩颈不太好 那再来是我们说 素劳 这根先枯 人老腿先摔 所以我大概假设我在看诊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累 做个胃镜回来 我一定先休息 自己做一下操 我做什么事 我蹲下来再站起来 可是也不要小看 因为这个有时候不太容易 那我们现在不是 大家都请大家做这种 深蹲的动作吗 就一次要维持很久 可是老人家常常做不到 那我们怎么做 大概这样 一下 两下 这样做 慢慢做 那老人家假如一开始不行的话 要扶一下 扶个桌子 我们很多老人家事实上没办法的 所以他要扶着桌子 安全为主 对 安全为主 那我说你就这样练 那慢慢练 大概慢慢就会好 因为为什么提倡这个 因为很多老人家说 我最近蹲厕所 在家里用马桶 对不对 可是你只要出去蹲厕所 蹲个几分钟 你会发觉就站不起来 对 那个就是腿开始在摔弱 人老腿先摔 对 所以你练这个 从大概十几下 二十下慢慢练 你一次可以练到五十下 甚至到一百下 这个时候你的腿就会非常好 而且可以训练心肺功能 明依的整间个案是妈妈睡不着 哇 一个晚上吃八颗安眠药 睡了十年都睡不好 后来他说我接受治疗 结果检测 你有三个睡眠障碍 第一个 生理时钟失调 第二个 自律神经失调 第三个是 周期性的肢动症 是什么意思院长 OK 因为生理时钟失调 表示说我们大脑的 里面的时钟 跟外界的时间 没有办法配合 那这时候人就会生病 那譬如说我们人是在台北 但是我们大脑的 生理时钟在印度 那台北的时间已经是 晚上12点 但是在印度才9点而已 就根本不会想睡觉 那变成说都要躺到半夜3点 他才想睡 所以因为那时候 他的脑袋的时间才是12点钟 对这个就是所谓 生理时钟失调的其中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很多人有这种症状 譬如说怕寡怕冷 就是说太热太冷他都不舒服 或者说有些人动不动就心跳比较快 甚至会有肠胃不舒服 听到闹钟再动也不行 对就是会特别的敏感 那这些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那但是目前都有这种医疗级的器材 可以来检测 那第三个就是周期性肢动症 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肢体不管是脚还是手 会不定期的抖动 抖动 对会抖 那抖动他不是那种抽筋那种很用力 他是就一阵一阵这样抖 但是这种抖动 他其实会影响到睡眠的结构 也就是说他本来要熟睡的时候 抖一下他就变浅睡了 所以变成他一直很浅眠 那这三个症状导致 医生他的安眠药是一颗两颗三颗 一直加上去 加到八颗 加到八颗 一一的突破之后 他现在只要吃两颗药就好了 八颗减到两颗 今天这个是检测仪吗 我请院长来做介绍 绑在他的腰部 腰上 对 然后他这个只要把它扣上去之后 扣上去之后 然后把这个按钮打开 其实他这边有绿色的灯 就表示他已经有感应到了 那这边是要测血氧 让麻烦食指 对伸出来 那接下来最后一道程序 就是要放一个口鼻气流的侦测管 那这个都是干净的 已经就是用一次就要丢掉的 个人 对个人用的 对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只要把 这个口鼻气流管 其实这方面很多 因为以前是要到医院 然后贴满身的线 对对对对 整个头都要贴 对那很多人抱怨说 反而是睡不着 睡更差 没办法检测 稍微都在这个 对然后是放在耳朵 对 方便多了 对方便多了 这样子其实三分钟操作完毕 就可以开始检查了 这么快 对就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就检查了 这就是检测仪 对然后检查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就OK了 好这个是光照仪 人体的这个大脑的时钟啊 它没有办法像有这个手表的旋钮可以转 那必须要透过光照来把它往前或往后移动 那因为它这个光线很强 打开了 对一般来讲要 基本就是两千五百Lux 到四千Lux之间 所以它就是患者就是对着这个仪器光照 对其实不一定要一直对着 因为眼睛不能直视它嘛 外面眼睛会受伤 也就是说它放在活动的空间 譬如说办公室或者说书房 那你可以在办公的期间同时有光照 治疗这样子就可以了 光照料吧 对但是光照治疗它其实有处方的 不是自己买个东西进来照 那其实反而会有反效果 除了超慢跑可以分期付款之外 这个是长辈必做的练核心 来小燕教练第一个交互抬腿 好这样我们要训练身体的话 那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启动力量 所以我们尽量做在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位置上 OK 好那为了让长辈有一定的稳定度 所以呢我们的手可以抓住我们的意志 让它产生稳定 好那一开始做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中心线的位置 你才能去训练你的整个核心的部位 那脚的部分呢我们就直接膝盖是往上的哦 所以你们会把肚子往内缩进去 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腹部的肌群 那如果要再做的更有效果更有强度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像刚刚讲到了上半身向后起 但不可以这样 OK 这样就没了 那我就跟看电视一样 OK 所以你一定是这样子打直 然后一样做抬脚 去这样子来锻炼你的腹部的核心肌群 OK 这是第一种方式 交互抬腿 第二种方式呢是比较有全身性的支撑 就是椅子上的棒式 通常一开始做支撑 就这样 这是很臭的哦 这个地方会很痛哦 这地方会很痛 这是你的腰哦 你要保护 所以这个位置你就是要支撑 然后让身体打直 然后维收你的下巴 让你的感觉啊 就是从你的脚后跟到头顶都连成一条直线 然后你的身体才会有这种抗足的感觉 年长者不太容易做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可能再拿一个软垫 放在膝盖上 跪下来 好 我们用手肘代替手掌 去撑 会比较轻松 如果做了时间30秒可以到40秒 甚至到一分钟之后 再去挑战这种直吸的方式 来加强整个运动的强度 不晓得他的血糖 刚吃了这个红豆饼之后 来咯 好 来咯 来咯 旁边有胆筋有膀胱筋都可以输 那现代医学认为下面是我们的大脑体质 60岁的妈妈寝食难安真的很心疼他 他自己他主宿是怎么样 疲劳无力 心际心慌 郁闷不乐 我们很多长辈都属于这种的 晚上睡不好 白天很没有力气 所以你说他有火气吗 有 但是他白天又很无力 所以我们的治法就是 白天让他有体力出去 去消耗一下晚上就睡得好 再加上安神红早茶 其实这个是我们古代中心肠胎治疗 那个更年期的 补补气血也可以镇定神经 中文来讲一点点的甜的可以镇定神经 白天喝这个 然后再像吃药 他就慢慢可以睡五到六个小时 接下来太重要 必学助棉的养生术 来邀请小燕教练 这是我们的肝筋 那肝筋呢 它就起源我们的脚 它会往上走 那这个就叫做行肩 酸吗 在这个接缝后大概五分的地方 酸吗 酸吗 然后再往后一直推 推到走不过去的地方 叫做太冲血 那左右各两个是很酸 刚刚跟太冲血很酸 就叫做四目血 那目就是跟肝是相对应的 可以让你身心逍遥 那么要卸肝筋 才能够睡得着 所以我们就是逆筋 逆筋 你刚开始可以先按 先按 那筋络是这样走的 我们就从太冲往行肩 有酸吗 有 有酸 它有感觉到酸 对 那如果说您常常运动 这一代不舒服 其实它也是有止痛的功效 和骨穴我们先讲好 它就是治疗我们的鼻塞 拇指食指并容的这个最高点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河骨穴 对 那河骨穴呢 跟这个关节河骨穴的这个 的这个终点呢 就叫做虎边穴 那这个也是在自律神经失调 非常焦躁的时候可以按 那我都会教病患说 你干脆就是整个虎口 你就是去按压它 拇指在这边对捏 对捏 就可以整个虎口区 我们把它按一按 对我们的身心放松 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在家做 还有一个梳头呢 对梳头 我们正宗呢叫做督脉 对督脉就是跟我们的大脑 很有关系的 那今天如果你心神不宁 睡不着 我们一样呢 督脉是从我们的背部 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一样腻着经络就是腺 所以我们可以从前面讲过来 哦 梳头 每天梳它 梳它 那旁边有胆经 有膀胱经 都可以输 那现代医学认为下面是我们的大脑皮肌 所以有助于安定神经 院长我们加一道这个方子 这个叫做鼻塞烟熏蒸药糖 所以它是精华在这儿 对就是其实它是我们中医的方 叫做苍儿散 它的一个加减出来的 最近有个妈妈说 她女儿本来鼻子过敏 气喘很严重 后来她就经常给她熏蒸 她后来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所以再次提供出来给大家 所以它就是 煮一煮之后 变成这样一杯 对 然后就可以用这种 鼻子靠过去熏蒸 那它的鼻子是可以通畅的 熏蒸吧 对 气喘的也都可以有帮忙 好 营养师告诉大家 有四种助眠的好食物 是哪四种呢 色胺酸它吃进我们人体之后 它会开始去代谢 然后形成血清素跟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就是我们晒太阳之后 会产生一个自动自我调节节律的一个激素 帮助我们入眠 然后血清素也是帮助 它是一个快乐荷尔蒙 GABA的话是特定针对一些像是 脑袋会一直想一直想 想很多事情 然后睡前就一直觉得 好多事情要做不完的时候 叫它冷静下来 所以才会让它比较好助眠 那我自己因为很喜欢甜点嘛 所以我自己有选了一个芝麻糙米布丁 就是用糙米去做米布丁 然后来做的一个甜点 好 时间一个小时过去了 有请山豬到台前来 不晓得他的血糖 刚吃了这个红豆饼之后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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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138 好 所以我们来讲 饭后血糖一般是不要太 超过140 所以没有超过140 你才138 所以看起来山豬对于这些糖类 它的耐受度是不错的 我们刚刚大家都猜说 它血糖一定会很高 对不对 好 原来它还 不要以冒渠 但是还是要提醒山豬 因为它还是有脂肪肝 肝功能异常 所以还是要体重要减下 一定要减10% 1 你看那个表情 1 你要干嘛 要不是减肥 要 要 中国女明星贾玲 她在8个月之内 她狂减50公斤 她靠着 第一个 她就是饮食 第二个 她打拳击 哇 她是怎么瘦的 原来就是靠着运动 来小燕教练 你先来示范 后手直拳 还有前后手勾拳 跟前后手上勾拳 好 一定是前后的站姿 然后又有预备姿势 所以自己就像是一个拳击的选手 要预备去做攻击 好 我们做前手 这叫前手 这叫后手 我们做前手直拳 会往敌人的鼻嘴的方向去做攻击 然后你真的要打 不可以只用手 我们要全身性的运动 就是要配合你的腰 躯干 旋转推出去 这叫做前手直拳 然后换到后手 他的旋转更大 距离更远 所以他的消耗就更多 所以就一样是往这个鼻跟嘴的方向去做攻击 这叫后手直拳 那勾拳 大家都会想说 看是打哪个位置 通常都是脸颊 所以我们前手的勾拳 就是往这边 棒 棒 那他的运动方式会有更多的下肢跟你的躯干 做一个连动 旋转 旋转的肌群 哇好帅 不然刚刚我们做的一些核心的训练 都可以运用在这边 所以 棒 棒 这个是前手 那后手 一样 距离更远 那就杀伤力更大 消耗当然也会更多 燃脂拳击啦 对 没错 好 你挑一个人啊 我挑人喔 对 我当然是挑要减肥的那个 来吗 有请山珠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打这个喔 不是打我 好 打这个喔 木标比较明显 好 这个没有 那我就放这边啊 好 我举起来你就打 我们慢动作练习一次 OK 一 你不要看我啊 你要看 这样我会怕 好 那种减肥的那种斗智好像已经被燃起来了 打这个 来 慢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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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换这一只手 来你先慢动作示范一次 好 慢动作 好 我们先抓一下那个感觉 对 伸出来 伸直一点 伸直一点 好 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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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跑喔 一 再来 一 一 你看那个表情 一 一 你要干嘛 要不是减肥 要 要不要 要 好 回去 来 接下来 我们有一 又二 一 有二 所以要怎样 一二 加油 一二 一二 来 推快点 伸直 加油 来 我们先慢动作练一次 来 一 这里啦 一 你不要看我 你这边打我 来 一 二 二 对 一 一 二 来 好 剑剑来了 一 二 一 二 一 你快一点 快一点 你快一点 像假的一样 斗志要被拦起来 没错 再来 用力 拜托 要不要10% 要不要减10% 要不要 要 继续 用力 你再喊我就要打你了 我会反击的 可以 好 来 会不会转 会 会转 那是不是要开始运动了 好嘞 差不多了吧 可以了 为了自己的健康 好 没有错吧 OK 再来一下 做个ending 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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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